下面一个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纠缠骚扰令某人烦 这个词我们在28课讲过一遍 在这有复习 这个多数是复习 我们再看一看令人非常讨厌的纠缠 一再的提要求总缠着某人不放 我们当时说过这个past 这个名词本来就表示害鸟啊害虫害兽 那么他派生的词肯定是不好的意思了 我们再读一下paster paster 非常讨厌的纠缠骚扰某人 一再提某种要求 叫paster 我们看这个词啊 首先先看这词的用法 否则的话咱们不会用 先看搭配 那么为了某事来纠缠某人 这叫paster somebody for something 因为某事而纠缠 缠着他非要得到某个东西 也可以用这个搭配 paster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这就不是为了某事了 是用某个东西来纠缠骚扰某人 他用这个事 用这个东西来纠缠骚扰我 我们看一下例子 看看这两句话怎么翻译 第一句话说 he pastered me with complaints 这后面家with 是用这个事来纠缠我 怎么呢 他总是向我不停地提抱怨 让我觉得特地讨厌他 让我觉得很烦 他用这些抱怨 不停地抱怨来纠缠我 让我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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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烦 complaint 这词叫抱怨 复述complaint就好了 第二个呢 he pastered me for money 怎么翻译呢 他缠着我非得要钱 成天总缠着我提要求要钱 这是为了某事 而纠缠某人 你看 后面可以加这词with 也可以加for 但paster我们看是极无动词 但是一般都是某人 缠着另外一个人 他一般是另一个讨厌的家伙 总缠着某人 一般是人缠着另外一个人 用他 我们把搭配记住之后 这个词就活了 本文中也是用在类似这个场合 那么我们28课回忆一下 还谈过什么纠缠骚扰 还有哪些词呢 咱们回忆一下 还讲过harry harass 还有assail 都可以表示纠缠骚扰 而且这三个词都可以当其无动词来用 都可以加病语 我们先按数据 先读一下 第一个harry harry harass harass assail assail 都可以表示纠缠骚扰某人 我们当时说过 这个harry和harass 跟paster的类似地方 它一般也是指人缠着另外一个人 但是assail这个词呢 就未必是人缠着某另外一个人了 它可以表示某个事情啊 比如一些烦恼的事情啊 总是缠着某人 挥之不去 这个也行 所以assail这个词用的场合更宽泛一些 如果大家忘记 回去会把28课 我们生死再看一看 好 这个词多数是复习 我们就看到这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康复 恢复正常状态 这个词 也特别重要 我们跟老师再大声嘴边 recovery recovery 就恢复原状 或者翻译成康复 这人病好了 恢复原状 或者翻译成康复 这个recovery 这个词啊 首先我们看一看 它本身的这个搭配 那么 恢复原状 如果恢复健康状态 就是康复 所以指康复也行 但甭管什么意思 它后面一般都加起字from recovery from 从什么什么状态中 恢复到正常状态 这from后面的状态 一般是不良的 不好的 不正常的状态 比如说 recovery from illness 从病中复原了 病是个不好的状态 但康复是个正常状态 对吧 从病中恢复到正常的 健康的状态 复原了 康复了 recovery from defeat 这跟疾病就没关系了 从失败之中怎么样 又重新的振作起来 失败的时候 精神颓奔 心情不好 但是 现在恢复正常状态 自信心满满的状态 所以从 这个 这个失败中 又恢复 镇定自若的这个状态 恢复正常状态 recovery 记住 后面加这个接词from就好了 但是这个词的动词形式 却可以当极无动词来用 就recover recover就恢复了什么什么东西 这可以直接加病语了 它有几个同义词 咱们以前说过 就是restore和regain 这三个词可以同时记 都可以当极无动词 就恢复了什么什么 直接后面加病语就好了 我们分别再读一下 recover restore regain 都可以表示 恢复某个状态 恢复了 我们看例子呗 recover restore和regain 任选其 并可以加好多好的 比如说 once health recover once health 恢复了健康 同样的 recover或restore once side 恢复了视力 或者加once consciousness 恢复了意识 一开始昏迷状态 现在恢复意识了 或者recover restore regain once balance 恢复了平衡 一开始摘冷的 好了 恢复平衡了 也可以用它 或者recover 或者restore 或者regain once composure composure 有谁知道是什么意思 composure 叫镇定自若 这个状态 恢复了镇静 平静 一开始 有些惊慌 现在恢复了镇静 恢复了平静 也可用它 只是看到recover 这个动词 可以当起用动词来用 就恢复了什么 但名词recovery 叫从什么中恢复 后面加接词from 就好了 好 这个重点词 我们看到这 下面一个 再看一个重要的词汇 就是这个 安慰 慰问 抚慰某人 安慰某人 尤其是他心情 比较伤心的时候 心情不愉快的时候 我让他开心起来 不要那么难受了 安慰 或者慰问某人 大声读一下 console 同样的 C问 老师多次说过 在轻读的时候 发con 中毒是con 后面这个 o是中毒 在那边 console console 这个词叫安慰 或者是慰问某人 可以用它 这个词呢 可以当极无动词来用 还得既搭配 还得既搭配 有个搭配叫 console somebody for something 因为某个事情 而安慰 抚慰 慰问某人 来 第二个呢 console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with something 还是表示用啊 用某个东西 来抚慰 安慰某人 第一个4 后面表示 因为这个事 为此用这个东西 但是都是安慰某人 咱看例子 I console him for the loss of money 我因为他金钱的损失 而安慰他 比如这个人丢了 十万块钱 我说你别伤心了 别伤心了 钱是身外之物 算了吧 别那么难受了 我因为他金钱损失 而安慰他 第二个呢 I console him with money 这怎么翻译啊 这是我用钱来慰问他 我那丢十万 我给你五万 算我丢一半 来 别就 就别那么很难受了 我用钱来安慰 来慰问他 总之是安慰 抚慰 慰问 这个两个搭配 注意用的场合不同 借词不同 含义就变了 好 这个先看到这 但是我们说 令某人 这个安慰 让他情绪激动 平静下来 还有好多好多表达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 这个comfort comfort这个词 也是表示 这个安慰某人 让某人 这个平静下来 让他心情更舒适一些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词 注意注意在前面 comfort comfort 我们知道这个词 做名词 可以表示舒服 做动词呢 使他心情舒服一点 要安慰他 抚慰他 这个也是几个动词 但注意 一般来说 名词注意在前 动词注意在后 但这个词是例外 它不能动成comfort 动词还是动成comfort 你像comfort a dying man 安慰一个垂死的人 我说你安心的走吧 你老婆孩子钱 我替你照料了 你走吧你 对不对 comfort a dying man 抚慰一个垂死的家伙 快死的人 还有一个 叫使某人平静下来 你看这个时候 跟calm down 类似 使某人平静下来 尤其是激动的人 大哭大闹 大发皮夹 我哄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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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我们用 Calm somebody down 让它平静下来 跟sooth 有异曲同步之妙 我们分别再读一遍 sooth Calm down 同样这个somebody 这个人如果很短的话 是代词可以放在中间 如果人太长 名词短语 可以扔到后面去 Calm down somebody 扔到后面就好了 因为这down是副词 位置是灵活的 好 这是安慰抚慰 可以看到这 那还有一个 跟console 我特别容易搞混的词 叫做掉位某人 而且拼写也类似 叫condole 而且这个词是不纪悟的 叫condole with somebody 叫掉位某人 什么叫掉位某人呢 就是掉燕的意思 这个人因为亲戚去世了 我来掉位他 就是这个会卧龙掉效 就诸葛亮听说 这个周瑜死了 到东吴去掉效 就掉位他的家属 一定是因为某人亲属去世 而安慰他 这个时候注意 我们再大声度讲 condole condole 把那s换成字母帝 而且这就不纪悟了 我们再接受位置 看例子 the widow's friends condoed with her at the funeral 这个widow widow什么呀 寡妇 这个寡妇的朋友们 在葬礼上 调位他 就是都 这个寡妇一开始 哭哭哭的 这个 这个惨 老公啊 我的天啊 就在那儿哭 对不对 但寡妇的朋友呢 就调位他算了吧 别哭了 你老公死了 咱们以后找个更有钱的 不是更好了吗 哎 寡妇想开了 哈哈大笑 我们开个庆功宴 哎 这变喜事的 成好事 就不伤心了啊 condole with somebody 就调位某人 一般是亲属去世之后呢 哎 别人来安慰他 可以这么来说 注意跟那个 console 去问console 未必是因为死人了 只是呢 慰问某人 他呢 后面是急误的 但condole是调位 一定因为死人 去安慰他 而且后面一定是 不急误的 加威斯特 特别讨厌 这几个词汇 把细节记住 记住 培根说的协作 使人精确啊 英语是个形和的语言 形式搭配 就特别重要 可来不得半点马虎 好 最后我们看一个 比较重要词 会叫弥补 或者补偿 这个生活中 也是特别特别重要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com跟com 发音类似 在这里呢 是中读了 所以com 这个直播后面 把嘴闭上 m 为什么m呢 因为后面是p 我们知道后面 是字母p 或者字母b 那前面一般都不是n 都是m 因为n嘴不能闭上 但b和p 你看p b都得闭嘴 所以前面必然会变成m 这个声音 我们在里面 compensate compensate 弥补 或者是补偿 用compensate 还得及搭配 compensate somebody for something 弥补某个事情 如果弥补某人的某个事情呢 可以叫compensate somebody 后面那个somebody 有也行 没有也行 但是如果后面跟事情的话 一定得加for compensate for 弥补某个事情 弥补某个东西 我们看例子吧 这么说太抽象 比如说 nothing can compensate for his loss 没有任何东西 能够弥补他的损失 弥补他的损失 compensate for his loss 如果非要说弥补他 对他的损失 强调是他呢 那就 nothing can compensate him for his loss compensate 可以先加人之后 再加for 再加事情 注意这个for 是必须有的 弥补某个东西 就好了 还有一个习语 more than compensate for 这是固定习语 咱们给它背下来 什么叫more than compensate for呢 不能说比弥补还要多 得翻译成足以弥补 就什么中国人说的 足以弥补模式 more than compensate for 这个习语当常识 咱们可以背下来 咱们再看一看 29页一道疏忽题 没错 是29页 往前翻 29页第11题 往前翻 我们看29页 就第4颗疏忽题 好 快一些 我们打开29页的第11题 然后呢 我们看这题啊 29页最下面第11题 He's rising status 他在地位上的提高 more than什么 the loss of money A payback 是还钱 偿还 不通顺 排除了 reward呢 是靠劳 奖赏 报答某人 这个不通顺 排除了 common said for 通顺了 more than commons said for 足以弥补 他的地位的提高 足以弥补 他金钱上的损失 最后D value 当动词是 估量价值 估价 当然不同顺 所以这里面 选C正确 这个我们看到 叫足以弥补 甚至大家可以 把这搭配都记住了 足以弥补 就直接用这个 more than commons said for 这个句子再看一遍 He's rising status more than commons said for the loss of money 他在地位上的提高 足以弥补 他在金钱方面的损失 这是common said for 这个 他的另外一个 重要排成语 但是弥补补偿 除了用common said for 这个固定搭配之外 还有很多词汇 可以跟他替换 比如大家最熟悉的 跟着 make up for nothing can make up for his loss 一样的 弥补 损失 make up 可以换那个common said 后面还得加 其次for 还有急误动词 redeem 或者offset 都可以表示 弥补 什么什么东西 我们收入 可以弥补损失 弥补 这两个是急误动词 后面不加for 我们大声都加 redeem 再看第二个 offset 注意 这两个是急误动词 相当于compensate for 这个词的用法 好 29课 声词和短语 我们就跟老师看在这 希望大家仔细复习 请不吝点赞 订阅